哈囉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看的對決是哥德對上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是弓兵文明 弓兵文明對上哥德的話 大家也知道哥德打弓箭手 他遠盤很高的 最後來看一下這一場 到底是攻擊速度快的弓兵會贏哥德 還是哥德會使用哥德 會對三色布丁黏壓對手呢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稍微介紹一下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的弓兵提升速度18% 升級下個時代的時候 黃金加115 重重糖的變化是免費升級的 他還有特別的能力是 防毒血脈 可以快速訓練他的寶兵 彎刀有志 還有他的扭力彈射 可以讓投死器轟炸單位 這個範圍變廣 好像不錯 他唯一比較可惜的是沒有 沒有遊俠 也沒有三級馬房 也沒有血量 血量會少一點 弓兵部分是全開的 那步兵的話也沒有建有 所以打步兵戰會相當弱勢的一點 好 那看一下這邊兩邊選擇的開局 那這邊 伊索比亞 選擇了棒棒開局 那哥德這邊也是選擇了棒棒開局 但是這邊 哥德人 開局比較便宜一點 因為哥德的步兵費用在黑暗時代就減20%了 20%這個也是蠻多的 那這邊三個棒棒直接壓了過來 那每個時代步兵對建築攻擊還會再加1喔 就來看一下這邊 哥德能不能打出一大步 又是哇 這邊已經騷擾到啦 這兩個我拉回去就有點虧了 那這邊 好 上個棒棒會頭 但是現在目前是 哥德這邊高地打滴滴 這邊刺猴過來玩勸架 但是勸架要失敗 欸 居然打輸啦 尷尬 尷尬 伺猴圈架大失敗 還送掉了 完啦 這邊棒棒看起來做包子式 高地打滴滴也沒有對面數量 也碾壓全部的棒棒都殘血 看一下加速一下 這邊應該是兩邊都要上城堡了嗎 好這邊哥德才剛點下的封建 那伊索這邊也按下了封建時代 兩邊升級稍微有點 小小的失誤一下 但問題不大 我這邊一直想要偷摸 但是有點調戲村民 但是一直叫打不打的 因為他只要打下去 他可能會被打死 我這邊選擇下了雙射箭場 哥德爾 跟伊索比亞打工兵 有想法 應該是會一個 攻矛或者打法 這邊指出攻兵可能有點困難 這邊是不是把對面的路都打死 這邊直接撞TG 剩一隻涼血的棒棒 這邊給他一倒他就死了 他死了 然後那時候 今天哥德爾 果然是混出了戰毛跟攻兵的搭配 對面 伊索比亞是攻兵比較多 像以色術來說的話 哥德爾這邊過去會送掉 對面還是高低的一個狀況 好這邊交戰了 交戰了 哇戰毛死很快 因為他沒有點一防 只有點一攻 看到對面爆這麼多 攻兵的情況下 哥德爾這邊把他翻出了一級遠防 兩隻戰毛也在生殘 這邊 硬點 攻兵還是很痛 也要點得到 這邊要稍微走位一下 先不要打 先不要打 兩邊的家裡都圍得差不多了 哥德爾這邊也圍得OK 好在這邊 看一下哥德爾會不會 繼續撵出更多的 戰毛 來修一下操作 這邊又是一個高低打擊地嗎 沒有 這邊哥德爾上了高低材之後 才開始硬換 這邊兩邊都在秀操作 都是有走位的關係 所以是打不到 這邊哥德爾換了一隻攻兵轉 哇 不得了 這兩邊開始在秀對方 這邊 交換 攻兵換戰毛 那伊索比亞這邊還是有點虧 但是兩邊村民都沒有斷 還行 那這邊 哥德爾按下了軸輪技術 經濟上可能會好一點 但是這邊 好像因為在控兵的關係 伊索比亞這邊斷村了 這邊也趕快拉走 不然蘋果樹被殺了 又不會轉出肉麻呢 我開始轉出馬就了 看來是有個想法在的 那這邊 應該是 也不會轉肉麻 應該是直接上騎士了 這邊已經算先點下了城堡時代 OK 因為這邊升級的關係 沒有想跟對方打 這邊先鎖死自己家裡的門口 這邊 再處理一下 看一下升級之後 會打出什麼樣的一個戰況 好 這邊還是有點一些肉麻 先出來押擊 一擊馬房下了 伊索比亞 這邊哥德爾下了一擊採礦 OK 看起來兩邊是要打一波奴兵 這邊因為 哥德爾看到伊索比亞 這邊已經上城堡時代了 然後肉麻出來 哇 這邊戰狼想跑有點困難 可能不要不要跑了 這邊可能要把弓兵換光 他就賺了 OK 但是好像我們拍到 這邊走位相當的精致喔 用走個斜的部分 讓戰狼很難丟得到 啊 還是丟到了 但是這邊肉麻一直在輸出 哇 點得很開心 還在點 但是弓兵快要送光了 但是這邊 伊索比亞還是覺得打小弓交好 因為家裡的小弓已經走了過去 分兩隊 完蛋 這時候哥德爾才一直到 自己被騙了 趕快把村民拉走 這邊也被燒到 但是這邊 有很多的弓兵跟戰狼走了出來 好 開始EA這邊的肉麻 這邊伊索比亞要轉出了騎士 哇 這個奴兵直接走了進去啊 不講武德啊 好 那這邊趕快回救 應該可以喔 這邊回救是走得下來 這一頭 那這一頭進去就別想出來了 好 那這邊趕快往外挖 比較好 然後把他這裡圍起來 不然他這邊也會走走 比起出去 但是看到有建塔 去選擇後撤 他後撤的話就完蛋了 這裡沒得出去 戰狼逼近 怎麼辦 硬點嗎 哇 這裡不管怎麼走 都很尷尬 這就是一個孔明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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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虎入室 完蛋 這個劍台的他還蠻值得的 但是導致這邊 各個怎麼樣開一下TC 這邊工兵在去有操作 稍微秀一下 讓自己的工兵死少一點 然後這邊再用戰狼 進去做一個全力輸出 村民拉一下 不要死村 不要死村就很賺 完蛋沒有問題 這邊是哥德 村民率先反超嗎 沒有哥德 這邊村民後後四隻 但是這邊 戰況目前是哥德的大優勢 他目前哥德 只要滾出一堆工兵 就可以去 康合對面的騎士 那這邊一所必要 覺得自己的工兵全輸了 趕快轉出 奴炮跟頭子車來做個防守 那兩邊都城堡時代 但是這邊TC開得比較晚 畢所畢竟已經開了兩個TC了 那哥德的部分是一個TC而已 因為這邊石頭拿去插法的關係 導致沒有石頭可以去下TC 那這邊有打算挖石頭嗎 我現在沒有打算 好那這邊下了一個TC 我自己用買的 買一個石頭來蓋個TC 那這邊騎士的數量有點多 也是二防的 還不錯 這邊解釋 戰矛跟工兵算是臭臭有餘的 但騎士的數量可能 再多一點會好一點喔 不然這個工兵數量也還是很多喔 大概有二十隻的部隊 但是工兵器也比較少 只有騎士奴兵 然後這邊開了3TC 但是兩邊有點臭開 在兵力錯開的情況下很容易被單解掉 有點尷尬喔 這邊視野應該是有看到 看到對面 喔有 視野已經看到了 部隊在這裡 正面沒有部隊 喔看到正面有部隊 在射了 兩邊都在作燒了 投石衝出來 投個一發 喔喔喔喔 沒投石 哇這個投石衝白給掉啊 喔不會 這邊決定要走進去 投石衝到後面跟 好像跟我們太上這邊進來 有點騷擾到 而且對面 這邊只有雙PC 這邊裝個洞 但是這邊低掉了房子 讓這邊騎士可以順利的輸出 這邊趕快點掉這隻騎士 OK騎士點掉了 跟正面這邊騷擾也是滿反的 哇這邊騎士直接硬 把前面這邊吃掉 我看兩邊都要被吃光喔 騎士二綁的遠綁很硬啊 哇這樣分部隊反而導致讓這邊 伊索比亞拿到優勢啊 哥德這邊基本上是把自己的弓兵全部送光喔 另外這邊 伊索比亞這邊騎士有點多喔 加起來快要十隻 這邊哥德看到騎士有點多 選擇下修道院 找一些真律來防守 但這邊哥德算是有點優勢吧 畢竟三TC開起來正常運營的話 村民術可以追著回來 伊索比亞這邊比較小麻煩一點 還沒有蓋在地上其實才跟他蓋好而已 OK這邊頭石車開始在對七西租出了 下面騎士在讓 再找一個有沒有野外挖石頭的一個村民 或者野外挖金的一個村民 但是沒有抓到 好這邊 喔完蛋 OK 那不下BK嗎 不下BK這邊是下馬就 這邊BK還是要下的 這邊下BK比較好防守 頭石車還是比較能好打一點 放在這邊一手BK直接 鑽進去了 完蛋 那這裡面有TT防守 好像不太妙 到處都是箭塔一直在射 這邊有翁掉一隻嗎 好像會 OK 這應該是翁到了 會不會直接來換這個騎士 換整理呢 會換 哇 這兩個整理 直接點同一隻阿 所以只找到一隻騎士 小虧 OK 再讓這邊騎士放入進來 有一點賺到喔 那這邊真女在出來 再翁一隻 把翁了一個殘血的 但沒有問題 OK 那個 真女不死就是賺 但是前面有太多頭石 他在點那個TG TG的血量掉的很快 頭石車怎麼再出來 再解個一兩台 哇這邊來到四台啦 欸咻 沒丟到 尷尬 喔唷 這個差一點丟到 因為在修TG 還沒修到 哇這邊打啊 打這個村民打到已經很舒服 會不會來點一下這個村民呢 哇沒點到 兩邊都是碰操作 村民處兩邊其實差不多了 只差兩村 經濟上 兩邊給的壓力都很大 完蛋頭石車打到 哇但是是高地 還好傷害沒那麼錯 好這邊頭石車看能不能修到 一步著作 OK這個換 賺爛 好賺一台頭石車 但是這邊 騎兵有點多喔 這邊要靠一些戳戳 來防守比較好 OK 但TG掉了 這也算是 伊索比亞的進攻優勢 OK這個頭石車 砸爛一台 不換 沒問題 不換還行 只要沒有被白嫖 都算賺到 哼 真綠在那邊摁一下 這邊 戳戳也轉了出來 一直戳戳 這邊要再補個兵 喔有 兵有在補 伊索比亞這邊3TC 這邊少一個TC 目前是雙TC打3TC 這邊更大開的TC出來 這邊種田也不錯 發的時候也蠻香的 兩邊都是騎兵跟戳兵 這邊偷著車有點多 這邊伊索比亞拆了TC之後 一點進好就說 想要防守一下 不想打太激進一點 這邊 稍微轉出了一些奴兵出來 看到對面重裝長的兵有點 想要防守的意思 騎兵沒有繼續出 反正選擇出了奴兵 想打一個正面強軍事的想法 看來這邊伊索比亞拿了兩個遺跡 目前割著一個遺跡都還沒有拿 不知道是不是沒有看到 或是沒有時間去拿 看來是沒時間 這個真鋁一出去可能就很難受 而且地圖也沒看到遺跡的位置 OK兩邊偷死車庫頭 唉唷好危險 唉唷還是沒偷死完蛋 全部殘血 這個戳戳上去會撞 這偷死車的危險是真鋁 唉唷倒了一隻 還行 哇這個騎士被戳爛好痛 這個戳戳好猛 這個交換 哇好精彩 這個真鋁不知道招幾隻騎士啊 這手術很快欸 居然這一波可以頂得下 我以為沒救了欸 哇 割著這一波打得相當漂亮啊 但是這邊真鋁還不趕快跑的話 會被攻擊點光 這兩隻真鋁 剩兩隻真鋁 哇 這個大絕戰 好猛 村民宿兩邊都差不多 只出兩村民 這邊滿還會出 什麼都來一下 好 真鋁要不要來招一下 那這邊 這邊偷偷挖礦 開始把自己的村民拉出來挖礦 做一個支援採集的動作 兩邊應該有可能會打到大後期 來快點一下 這兩邊都選擇了 喔 這邊兩邊時間差不多都點帝王了 但是這邊一手邊要點下了板架 那這邊 哥德也點下了二隻一放 那這邊哥德的防御是點滿了 再打下去的話 這邊哥德惠堆要出來了 喔 這邊點下了銀罐 看來哥德要點了萬眾獨木的 軍銀爆了 這邊銀罐是無政府狀態 可以在軍銀產生哥德惠堆 看來這邊要來爆哥德了 喔沒問題 哥德惠堆按了上來 哇 八煩 但是這邊不甘事物 這邊點了彎道勇士 彎道勇士 這隻打哥德惠堆很痛喔 哇塞 這個三道就死一隻哥德惠堆了 攻擊力點啊 但是血量哥德惠堆多一點 15滴可以多吃一刀的概念 這樣互換的話 看一下這邊哥德要不要轉出三色布丁了 劍勇升一下 還是要繼續升級奴賓呢 這邊是打算點了化學 欸 看來是要出火槍了 要來砰這些彎道勇士 這邊城堡也開得出來 為自己的地圖防守一下 這邊也圍了一下 這邊藏了一個軍銀喔 看來是想要打一個多線 騷擾的概念 那這邊源頭開得出來 這邊不甘牧場也是一手必要比較強 而且這邊源頭數量也太多了吧 4台這個城堡可能會瞬間消失啊 看投石車準備好了 但是目前是對方的一個高低打低低 哇這投石車有點賺 有了 炸了三隻工兵 但是正面的話哥德現在是打不贏的 火箱還沒轉出來 火箱這邊出來還在生產這個 哇塞這樣子有點尷尬 火箱沒出來就要跟對面硬上了嗎 遠頭再輸出火炮出來 火炮趕快來防守一下這個遠頭 但是這次他遠頭 注意力實在太強了 這個可能沒辦法收入回來 來一手必要這邊還沒有底下殘弩 城堡掉了 遠頭 哎呦 火箱爆爆開始了 這邊轉色彎道塑料有點多啊 蛤 彎道很大量啊 這樣火槍秀的完嗎 火槍數量還沒有那麼多 喔有這個投石車 很香 砸死了六七八隻的彎道 喔這個遠頭在互斬 哇塞 該不會對數量還來接起來 好打正面應該沒問題 火槍的量其實也蠻多的了 十九隻的火槍 互槍應該不是問題 這個投石車點 硬碟 哇點掉了台 算 可以 一台投石車換一台遠頭 烏龜 這邊兩邊村民隊已經發燃雲 控不太來喔 兩邊的部隊主題目也是哥哥的部隊 加上火槍兵和火炮 對方是遠頭跟彎道跟強弩 好在這邊 一手邊亞錦下了三級板甲了 這邊板甲下來之後 防禦會好一點 但是還是有點痛喔 兩邊控除都控的蠻好的 這就是一個高分段玩家都有的意思 控除也是要控的好 OK在這邊遠頭 在居哥的城堡做輸出 這邊研發精銳哥德爾護衛隊 上變成精銳之後 這邊可能就比較打得贏了喔 好 升級完哥德爾護衛隊 OK血量變70滴 攻擊力有16 彎刀勇士 目前攻擊只有19 看這邊火槍給的壓力也是有的 當然對方也不敢貌然造勁 好這邊二級防點下 二級遠防火槍兵點了之後 可能就可以跟對方決議死戰 哎呀這個火炮早了一點 完蛋沒預測到 火炮可以再來嗎 完蛋火炮送光了嗎 哎呀沒有打到 只點了一個 攻兵 但是正面很快 哇這個火槍 彷的超快的 直接把對面的彎道蠢彷光光 好 哥德爾護衛隊 沒有對面的彎道勇士 就可以輕易的往前了嗎 但是這邊火槍好像有點迷失的人生方向 不知道是幹嘛 走來走去的 前面的狗狗就衝了進去 完蛋 AD沒跟上 這一波打輸 本來打贏現在又打輸的狀況 哇塞 這邊的弩兵一直在點 弩兵的攻擊速度非常快 哥德爾護衛隊扛了出來 但是遠投一直在輸出 沒有火炮 可以一直這個遠投 哇這個彎道勇士跑得很快 火槍一直在射 哇躲一下 不行這個 沒有坦克在前面擋 很難受 他這邊應該火槍再繼續補 這邊看來受不了了 要點一些劍勇出來擋一下 唉唷這邊彎道準備來上三級攻了 把上面抓到一個村民的一個位置 哇這邊騷擾有點煩 彎道跑比較快 兩邊還在互相投 但是上面被騷擾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也不知道該怎麼防 這邊一直在被換掉城堡的血量 哇這邊直接來點遠投 沒有注意到 可能要被換光 OMG 這邊一個進城堡 想要進城堡 然後到對面下來的一個想法 但是也算是守住了 但是上面已經在 灰修處了 這邊也在雙線 各位隊就做一個燒了 這邊也在做燒了 哇現在是三線進攻 正面給的壓力 一手臂啊 早就已經退了回來 沒有想要跟他打正面的意思 這邊三隻彎道也是蠻煩的 到處再砍 這邊彎道準備端了進來 唉唷 哇這九隻彎道進來 可能不太妙喔 經濟騷擾得有點嚴重 哇 這裡還沒有要收村 可能太忙了 還沒辦法注意到這裡 但是這邊準備要下軍 再做一個分推的意思 這邊長劍斃研發好了 雙手劍斃研發好了 這邊按一下了 腿子 劍斃但是因為經濟被封鎖 哇塞這個 彎道殺了好多聰明啊 到處殺啊 哇這邊村民差距來到了快二十隻喔 快三幾隻都有可能 在這邊村民補了起來 好那這邊 會不會再找黃金挖一下呢 這邊黃金只剩這一塊了 兩邊的黃金用量都用的差不多 來打一個大後期了嗎 這邊可能要棄手這個城堡了 這個城堡可能會修復回來 雙手劍斃能升級到劍勇嗎 好像有點困難 黃金缺的非常多 正面部隊這邊壓了 竟然還有火槍兵 完蛋一手兵要回救了嗎 看起來是要回救 看起來是要回救 OK這邊 該的城堡把他防守 應該是沒問題 跟城堡一起來 這邊可能要撤退 可能還會被解密 多可能喔 完蛋 哇這邊城堡掉了 看這邊劍勇 直接衝了過去 會不會是操作失誤呢 還是故意去點的呢 這邊直接拆掉TG很快 拆TG速度不用幾秒鐘的時間 把這邊雙手劍筆開來圖村民了 這邊點下二級馬卡 哥德爾想要做一個馬的燒 這邊黃金開得出來 喔有黃金 進油暗了下去 看這邊其實問題是 就是 劍兵跟彎道一個處可 比較麻煩一點 這邊看到一個 滴滴卡高利來個反擊一下 這個再不反擊 就沒機會反擊 後面有地方走了 哇 哥德護衛隊跟火槍兵 再互換 但是彎道數量非常多 哥德爾死得非常快 哥德護衛隊死 剩下到 剩下7隻 6隻 5隻 哇全部打光 剩下火槍兵 這看起來要被劍兵點光光了 哇塞 這個大決戰 沒辦法 看伊索比亞知道自己的核心 是這個 彎道了 打彎道出多一點 打對手的 哥德護衛隊還是相當輕鬆的 但是黃金的部分 準備要斷金了 再看一下 伊索比亞這個黃金數量實在是非常少 剩下100塊而已 黃金的部分 只剩這一坨再挖 這坨挖完就沒有了 但是 哥德爾這邊前線還挖了一個野金 很香啊 好這邊 開始投擲 哇這邊 彎道衝很快 已經看到了 會衝進來嗎 這沒衝進來也半殘了 哇這個直接A房子 完蛋 這個彎道進去可能會很難受 但是這邊堵了起來 好像還行 原劍有砍了幾刀 砍不死 繞了幾隻進去 這個人在砍這個村民 這堵的還蠻好的 居然沒有讓彎道衝進去 這個衝進去可能就麻煩大德 這邊打個雙線 上面也在砍村民 彎道還是在持續做輸出 這邊TC被幹掉的關係 所以這邊村民沒有地方可以跑 好但是 格德的主要部隊來到這邊 彎道還在到處騷擾 正面這個奴兵數量點多 戰毛能擋得住 好像有點困難 正面一堆劍友 但是劍友不想看到這個局面啊 竟有四面要把他抵擋這邊 奴兵的一個攻勢的 這裡竟然會送光喔 很有可能 而且後來沒有戰毛的加持 所以那個奴兵點得非常困難 哇這邊格德打出了GG 居然被燒得不堪其了 好那這邊 手臂要打得非常好 利用彎道的機動性 然後打正面也是蠻強的 讓對方逼出劍勇之後 奴兵就可以無雙了 這個強打非常的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數據的部分 數據系殺敵數差不多了 算機也是 OK 那這邊 黃金產2600 這黃金產出有2600 這個遺跡超賺的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